爸 米粉需要十分钟 拌面需要七分钟 汤面需要八分钟 混沌需要六分钟 那总共有呢 有六个面勺 所以呢我丈母娘呢 同时可以下六碗面 加上烫青菜的四十秒 还有拌面需要拌八下 还有汤面需要加 汤跟佐料的情况下 我丈母娘做一碗面 应该在八分钟总共 大家要记住啊 面一定要吃完 所以呢 糖吃组每桌四个人 外带组呢 看糖吃组 两包三个人 点了面之后呢 拌救外带 记住了吗 一定要吃完啊 行动 走走走 去点儿去 你们 你们 怎么样 李总 安排好 我是很佩服你一些读书的 但是你是怎么算 这个最佳的登场效果时间呢 因为等到生意最高 完全不过我来吃 那是不是就需要洗碗的人了 妈 三号桌 还有两碗西红柿鸡蛋面 就剩这两个碗了怎么办 我来洗碗 我来洗碗 洗碗的事就交给我吧 你怎么来了 因为我觉得你需要我面 谁需要你 终于有精彩 我的面子 你也怎么还去上啊 对不起 对不起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你不不再多问一下吧 真不好意思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马上就好 这边可以 好 好 好 你抓紧 真是 看到没有 他们需要你 你更需要我 嘉欣既然回来了 你还是走吧 我可用不起你这么贵的兼职 妈 我可不是兼职 我是你女婿 我帮家里干活天天地义的 不要钱 我说呢 今天这么多工厂的人来吃面 王熙 是不是你嫁来的 今天是欢迎到建厂 八千一百十五天的今天事 我带员工来上海日游泳过分 而且我跟他们都说过了 让他们分不过来 不会让你们忙不过来的 无聊 嘉欣 我就想让你知道 只要跟你在一起 我干什么都行 而且我还是有用的 我干什么都觉得很幸福 你别光想着自己幸福 我女儿幸不幸福 我还得她说了算 妈 你多着拿钱 加薪就开心 咱们一起下一位 今天真是拖了某人的福 迎夜而破的纪录了 是啊 今天人这么多 但也不觉得累啊 对啊 剩饭剩菜也没有多少 妈 我知道你赶面辛苦 早上起来还要洗菜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呢 不能有剩菜剩饭 否则呢我就不报销了 是吗 我说今天剩饭剩菜怎么那么少 你这个事办得还不错 妈 妈 我觉得呢 我妈能多弄几个冰柜 提前把小菜切好放在里面 这样呢 妈就不用一边擀面 一边再去切小菜 你这方法不错啊 我怎么从来没想到过 而且 我们可以再多弄几个 碗筷的分类桶 这样在洗菜之前呢 或者洗碗之前呢 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还有 我这几天帮忙我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咱们如果把菜单 去进行修改一下的话 可以增加饭桌率 饭桌率 没事翻什么桌子呀 这个翻桌率呢 它 不是那个翻桌率 它是呢 顾客的接待数 这样您可以多赚点啊 就好比呢 咱们原来有什么 粗面 细面 拉面 宽面 什么绘面 拌面 炒面 我们把它进行一些 整合 然后呢 在我们原作园的技术上 进行一些什么 来 来 这两碗是王大哥那桌的 小天套啊 来 来 小心烫 怎么了 烫着了 没事 我看看你烫着了 没事吧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快点吧 小天套 小天 跟我回家吧 你干嘛 我真的好想你 跟我回去吧 快点 如果你对蜥蜴很有感觉的话 就别再有你了 我没有 你配自己 回去吧 谢谢 谢谢 如果是你 还会愿意再给彼此一次机会吗 果然是我太冲动了吧 我怎么这么蠢 谢谢你听我说话给我建议 我确实应该从过去的经历中得到教训 既然决定告别过去 就应该彻底划清界限 不该再动摇了 这种事又不是做菜 它怎么能一刀切呢 我昨天发的图真的不是我本意 那是不小心发出去的 是误传 没事啊 我觉得你说得很对 昨天我试一试冲动了 大概是最近经常碰面才会胡思乱想 所以我决定 今天就去找我闺蜜吧 想把我赶出脑子 还想划清界限 想都别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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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时间地点 陈嘉欣 我约你就是闺蜜人 一个没见过面陌生人约你 你就答应这么少块 你真的是重色净 惊喜 陈嘉欣 怎么样 看到我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其实呢 我就是W先生 你干吗这种咬牙切齿的反应啊 难道你不想看到我吗 你怎么会呢 他最不想见到人就是你忘记 如果你现在别人反爱的话 可能以后就再也不要见他 你怎么这么巧啊 不是说今天没空吗 这儿不能去找呢 为什么呀 因为我在等人啊 好啊 人来了我去走 你看起来心情不是很好吗 怎么了 被林黛玉附体了 是啊 我看到你都觉得伤感 看到我 我这么乐观向上元气满满 看到我有什么好伤感的 因为我不想见到你 这是什么呀 你自己带来的呀 你来喝咖啡 带一个盆栽干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 岳王勇 相亲 陈嘉欣 刚回上海 你就弄这样的事情了 还真被我说中了 陈嘉欣 你变化还挺大的 都会有网友的 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约在几点 三点 三点 我估计吧 这个人应该不会来了 因为多半刚认识 就不收拾 约了见面的人 百分之八十都是渣门的 我估计 他叫W先生 他只是因为工作忙 所以才耽搁了一会儿 哪像你啊 堂堂的经理 整天无所事事 跑段事儿来跟我先聊 还有我给你说 晚几点到晚 其实呢 还有一种可能性 也许 刚刚人家已经过来了 从门口路过的时候 觉得你不是他的演员 所以 就说临时有事敷衍了一下你 其实你真的不用没话整话 他没有你说的那么肤浅 你就这么相信他呀 是啊 不过你倒是没变 还是那么自我 还是喜欢 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传侧别 我传色他 他跟你不一样 他理解我的心情 懂得我的感受 他不会刚开始冷淡我 然后又改口说喜欢我 最后放弃我 最重要的是 他不会 逼着我放弃自己的孩子 陈姐姐 我也会心痛 会流血 会恐惧 会害怕